当年朱元璋为何非要杀害刘伯温 历史给出真相 朱元璋是对的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自古以来 如果要谈到足智多谋 一定会提到刘伯温 朱元璋多次称他为无知子房 在民间更是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 一统江山刘伯温 由此可见 他在古代谋士中地位之高 名声之大 通常大多数人都只是了解表面 刘姬 刺伯温 这将青田人 原末明初的政治家 文学家 更是以足智多谋 料是如神闻名天下 朱元璋消灭群雄 推翻元朝 建立明朝 但开国之后 便命途多舛 势途不顺 郁郁不得知 最终病死故乡 那么真的是自然病死吗 答案自然不是 朱元璋给过刘伯温很多次机会 抑郁劝他攻城身退 反乡养老 可刘伯温自视甚高 认为自己的智慧才华根本没有发挥出来 不愿听从 最终只能一杀了之 刘伯温死于朱元璋之首 这基本上就是事实了 刘伯温虽是开国功臣 但刘伯温之死 过错全在朱元璋吗 刘伯温自身难道没有问题吗 如果我们一点点揭开这段历史 经过细致的分析便会思考 刘伯温之死并没有那么简单 也不都是朱元璋一个人的责任 甚至并不是一件错事 刘伯温被杀的背后 除了自身性格问题 还有著极其复杂的政治原因 刘伯温死因前后说法不一 按照坊间的说法 由于朱元璋自身心胸狭小 极贤肚囊 在开朝之后 越来越不能容忍 像刘伯温这样谋略过人 才华横溢的人 最终将其害死 但朱元璋杀刘伯温的事件 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 当时跟此事有关的文章 只有其好友宋莲 在公提遇刺文集后提及过 而文中只是说到了 刘伯温在该年二月染病 告老还乡 朱元璋批准刘伯温死后 长达四年的时间 没有任何人在议论此事 众人也都默认刘伯温 细自然死亡 直到洪武十二年 项权与军权发生冲突 朱元璋搞倒时任相位的胡维雍 突然之间给其加了一条罪名 胡维雍当年与刘伯温产生间隙 碎下毒杀害刘伯温 之后的史书包括当时的明史录 黄伯升行状 张时彻神道悲鸣 以及后出的史书 如徐与古明明臣言行录 李之旭藏书 殷守恒明史线 王洪旭明史稿传 前前一列朝十几小传 包括在后来的明史 刘姬传 也都演习了胡维雍毒死刘姬的说法 其中明史录选二九中 是这样记载的 左丞相胡维雍与玉石大夫陈宁等谋反 及前毒杀诚义伯刘姬史 而诚义伯温集中的 诚义伯次子隔门史刘仲景于恩禄 多次提及刘伯温被胡维雍毒害一事 其中最后一次也说得比较清楚 大概意思是 胡维雍得知刘伯温生病 遂结党去探望 刘伯温吃了胡维雍的毒 胡维雍走后没多久 刘伯温便毒法身亡了 其实大家看到这 心里也大概梳理清楚事情的来龙去卖了 从一开始自然死亡的说法 到后来胡维雍毒死刘伯温的说法 其实都是朱元璋一手策划的 这两种说法无论哪一种做事 都与他无关 他依然可以保持自身形象 不会背负滥杀开朝功臣的恶名 由此可见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所以我们要想真正弄清楚刘伯温的死因 不能只是看事情的表面 而是首先要弄清楚 刘伯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留记1311年7月1日到1375年5月16日 自伯温 浙江清田今浙江文成人 袁莫明初政治家 文学家 明朝开国元勋 袁治顺年间 刘姬举进士 治政19年 11359年 受朱元璋礼拼而治 他上书陈述十五十八册 备受宠信 参与谋划评定张世成 陈友亮与北伐中原等军事打击 吴元年 11367年 为太使令 竟物身大统立 奏请立法定制 以指滥杀 朱元璋即位后 他奏请设立军卫法 又请肃政济刚 曾建旨建都于凤阳 洪武三年 11370年 封承义博 故又称刘承义 次年次归 刘姬居相隐行掏剂 只因九一骑 口不言功 因则成向胡维雍诬陷 而被夺路 如今夕岁最后 不久即逝时 明武宗时赠太师 嗜好文成 刘姬精通天文 兵法 树礼等 由以诗文见长 诗文古朴雄放 不乏抨击统治者腐朽 同情民间极苦之作 于宋连 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奖 天资聪颖 年少成名 刘姬聪慧好学 由父亲启蒙识字 阅读速度极快 据说七行俱下 十二岁考中秀才 详间父老皆称其为神童 他一定元年 1324年 14岁的刘姬入辅学读书 他从诗习春秋经 此儒家经典 惠色难懂 尤其初学童生 一般只是捧书诵读 不解其意 而刘姬不同 他不仅莫读两遍 便能背诵如流 而且还能根据文艺 发为产诱 言前人所为言 老师大为震惊 暗中称道真是奇才 将来一定不是平常之辈 他一定四年 1327年 刘姬十七岁 他离开辅学 是从楚州明氏正父 初学成诸礼学 接受儒家 通经智庸的教育 正父初再一次拜访中 对刘姬的父亲赞扬说 您的祖先吉德深厚 避阴了后代子孙 这个孩子如此出众 将来一定能光大你家的门美 刘姬博览群书 如此百家无一不愧 尤其对天文地理 兵法数学 更有特殊爱好 潜心钻研揣摩 十分精通 这也为他日后驻驻元璋 一统江山奠定了基础 出入是图 坑正不握 1336年 25岁的刘姬才 被元朝政府 受为江西高安县城 正八平 协助县令处理政务 他勤于职守 执法严明 很快就做出了政绩 他深入乡间 体察民情 发现高安县一些豪身地主 勾结贪官污吏 无法无天 骗人钱财 夺人欺女 杀人害命 无恶不作 刘姬倾听百姓的哭诉后 义愤填膺 决心为民除害 经过明察暗访 掌握了真平十句后 对几个劣迹招著的豪强恶霸 坚决予以严惩 并对县衙内 贪赃王法的官吏 也进行了整治 高安县的社会风气 很快就有了好转 刘姬刚正不讹 一身正气 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在任官的五年内 处理地方事务的原则 是言而有灰癌 能体恤民情 但不宽幼违法的行为 对于发奸斋服 更是不必强权 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但因为他的政治 地方豪生对他恨之入骨 总想找事端陷害他 杏德长官极不属 信任他的为人 才免欲祸患 试图多喘 欲欲不得志 1343年到1352年 多处为官 却又多次辞官 因自身刚正不恶 严厉执法的行事风格 被同僚排挤 被大神责难 始终无法被重用 多次以辞官来表达 对元朝腐败昏馈 表示不满 但又按耐不住自己 当朝为官 施展才华的冲动 又多次付出 但都徒劳无功 著名开国 名声大噪 直到1360年 居家休养的刘伯温 才被朱元璋 请到了阴天 献南京 唯一谋臣 其中有一段小插曲 便可以一窥 刘伯温的战略才华 当时陈友谅 攻陷太平 易于东攻 朱元璋仗下大将 多有投降意愿 朱元璋也犹豫不羁 正值内忧外患之时 刘姬说道 天道后举者胜 无以义待劳 何患不克 莫若轻辅顾 开志诚 一顾誓心 扶兵刺系积之 取威致胜 已成王业 再此举意 刘姬寥聊聊数语 剖析形式 点破要点 稳定军心 直接为此一胜利 奠定了基础 此后刘伯温名声大噪 亦是无两 朱元璋也是给予了 刘伯温极高的评价 朱元璋曾说 刘姬学贯天人 资奸文武 奇迹刚正 奇彩红薄 议论知情 驰骋乎千古 扰攘之际 控欲乎一方 慷慨见语 守臣远略 金邦刚末 用兵后宪 轻能言之 朕能审而用之 是可置于今日 凡所见名 稀有成效 但此时的刘伯温 随着名声大噪 性格也是愈加张扬 怀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 毫无保留地展示自身的才能 这也为日后的悲惨境遇 埋下了伏笔 在当时世人 甚至都认为 他为诸葛转世 能够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 但这样的称号 还是没有让刘伯温满意 他认为诸葛亮 只是平定三国 而他可以一统天下 为了表现出 他瞧不上诸葛亮 还去刨了诸葛亮的坟墓 不可一世的性格可见一般 在开朝时 他曾劝阻朱元璋上 此事虽然得到了 朱元璋的认可 但在朱元璋心里 也留下了宣斌夺主的标签 开朝后 他认为前朝的负面 多因过于宽纵 而后 他大刀过斧 严明法计 整肃刚计 无所顾计 不断弹劾检举多位大臣 使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 纷纷畏惧柳伯温 其中比较出名的一案就是 中书省都市李兵 因贪图私利 纵容下属被治罪 而李兵是丞相李善长的红人 李善长多次请求刘伯温宽大处理 却依然被刘伯温斩首 此事过后 俩人便真正地结下了梁子 所以后来也有很多人推测 刘伯温是被李善长所害 也不是没有道理 而朱元璋称帝后 刘伯温战功赫赫 却只被封为一个小小的伯爵 这样的结果 更是令刘伯温不平衡 心里落差极大 同为开朝元勋 也都是文臣 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 而刘伯温只被封了一个小小的成义博 足足差了两个级别 李善长年俸四千十 而刘伯温仅有两百四十十 不仅等级差别大 俸禄更是悬殊 其实明眼人都清楚 这是朱元璋在打压刘伯温 难道刘伯温看不透吗 刘伯温聪慧无双 怎么会看不透 只是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内心 一想到自己的报复还远远没有实现 哪里甘心急流涌退 那么朱元璋为何在刚刚称帝 就如此打压刘伯温呢 首先 在内部明朝就分为两大集团 一个是浙东集团 一个是淮西集团 两个集团的实力本身悬殊很大 朱元璋本人就属于淮西集团 而刘伯温则是浙东集团 换句话说 淮西集团的人马大多都是朱元璋的老乡 从一开始就跟住朱元璋南征北战 而浙东集团的人马都是后续投奔的 朱元璋本身就是比较注重同乡情节的 认为是自己人用着放心 其次 朱元璋毕竟出身低微 割局和心胸并并没有随着地位的提升而提升 依然是心胸狭隘 剑步的别人比他优秀 光是极度心就不得不打压当时右眼的刘伯温 其三 在献立明朝之后 朱元璋和刘伯温的治国政策多有不合 朱元璋要的是一个能够把聪明才华用在治国安邦上面 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国家 而不是用在善用权术 玩弄政治 当然朱元璋很清楚 玩弄阴谋策略谁能是刘伯温的对手 这样可怕的人在身边 自己始终无法安心 难道朱元璋仅仅因为这几点就非要置刘伯温于死地吗 其实并不是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杀心根本没有那么强烈 朱元璋在开朝之后 发现自己并不再需要像刘伯温这样的谋臣 这样公于心计的神人 继续存在下去对自己威胁很大 朱元璋便通过很多方式对刘伯温打压 想让他知难而退 而刘伯温不断不退 反而玉家热衷当朝作官 并且刘伯温此人过人苛刻较真 不懂的人情世故 甚至可以说是偏执 在元朝时期多次辞官 罢官来表达对元朝的不满 就能看出来他偏执的性格 所以在明朝开朝之后 他这样的性格变本加厉 得罪大臣无数 最后也自然得罪了朱元璋 即使这样 朱元璋也依然没有痛下杀心 只是让他结假归田 可刘伯温哪里甘心 身居乡下 依然不断地向朝廷觐见 劝见 此时朱元璋才真正意识到 此人不能再留 罪派胡为庸下毒于刘伯温 可刘伯温竟然抱病劝谏 可见此人性格之刚烈 不久刘伯温便去世了 享年65岁 一代传奇 悲惨谢幕 明代文学家 史学家王世珍曾说过 有人将刘基比作张良 刘基在谋略上 确实无愧于张良 但说到做官或不做官的气节 却差得远了 这个评价也印证了刘伯温的性格和结局 那么在害死刘伯温这件事上 朱元璋到底是错是对 事实上 刘伯温的死 恰恰因为他太过聪明 这样的人往往自恃甚高 而且极其轻高和偏执 不愿结党营私 更不要妥协 很多事他都看得很透彻 但是又放不下 他总认为任何困难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化解 所以会出现刘伯温 以一己之力对抗其他集团 如果落了下风 他是不罢休 如果占了上风 他又难免交涉 于是他得罪的人就越来越多 路也是越走越窄 朝廷上下搞得无烟掌气 而且刘伯温禁见劝谏不留余地 常常指出朱元璋的错误 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最后甚至连朱元璋都得罪了 再加上很多大臣 经常在朱元璋面前说他坏话 而且在任由刘伯温这样闹下去 只会加剧党争 时间异常朱元璋哪里放心的下 便下定决心不留此人 通过剖析史料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刘伯温是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他也是历史上顶尖的谋士 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 虽说朱元璋本人性格残忍 害死刘伯温也却有过河拆桥之意 但刘伯温性格上的这些缺陷 又何尝不是导致他被杀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在之后 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党争严重 也印证了朱元璋 曾说过刘伯温只会加剧党争的话 是有道理的 刘伯温神奇妙算 却算不了帝王心 聪明一世 也没明白他的聪明才智 在权力面前不堪一计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